是慈悲,在佛前点灯及点香 学童们以纤细的小手扩掌 弃唱响亮的谢饭词后 感谢诸佛菩萨慈悲自与自良 才统一敬餐 让人深深地感受到 即使是在泰国偏远的金三角山区 佛教仍然发挥极大的精神力量 教化这群未来的主人翁 要习福感恩 并影响当地的著名生活 习俗极其深远 阿许旺小学全校共有164位学生 以及13位老师 而学校的校长 老师多数是由边界警察所兼任 这些穿着威严制服的边界警察 平时还得负起教育这些 稚嫩孩童的责任 在刚性的外表下 发挥铁汉柔情的一面 从学童们身上所穿着的不同原住民服装 透露出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民族 校内学童有高达六成 是属于苗族的后裔 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而其中有许多学童 其实至今都还没有正式的身份 因此得不到政府的补助 学校长期在经费缺乏之下 克兰的硬体设施及教材 让学校在教学上时常左之右处 富之缺如 在海淘法师慈悲鼓励下 团员们纷纷慷慨解囊 捐赠每位学童文具用品及散具外 另外还捐助近五十万泰铢 作为校舍建设基金 未来将用来增建学校围墙 以及加设三十具吊膳 以书解学童长期忍受 剩下酷热之苦 并捐助学生制服 鞋子以及校务发展 这群外来访客的散举 为孩童们往后安心就学 解决了许多的困境 让师生们打从心底欢喜 纷纷绽放出开心的笑颜 当场以乐器表演 以及清脆的快乐合唱歌声 来表达师生们真实的感谢 海滔华士生们真实的感谢 海涛华士一起来泰国亲来红发 今天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在于金山脚这些无腹口的孤儿们 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 这些警察无私的奉献者 为他们当妈妈又当老师的教育他们 那么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那么经过这个海涛华士的弘扬 让我们多少尽一份力量 不失的少部分几十万的泰铢 也许他能改善了建的校舍 买到分上就能够正常的在教室里面学习 我也想到了我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 而我后来得到有读书有好的教育 而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少我不给社会负担 我相信这些孩子再多过十年 他们也是会对社会做着很大的责任及贡献 我已经学了好多东西嘛 就是要舍嘛才会有德 师父也是有这样跟我们讲 写信是看到很多穷苦的人 才知道我们还是很幸福 需要我们在新加坡 真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穷的那个国家 就是看了那个孤儿宴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很要流出来 因为那边的小孩有书不能读 而我们新加坡是有书不要读的意思嘛 所以请大家加油哦 因为在这个边界对岸就是疗果 在这个边界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是跟父母这样子过来的 最痛苦的就是他们没有身份 所以就不能受教育 在这里有一个很慈悲的如意法师 今天我们听了他分享的他的出家姻缘 他马来西亚人 他没有在清迈还是曼谷那边红发 他是深入了这一个山区 然后这个山区所看到的 都是没有受教育的小朋友 所以说来到这边会觉得说 台湾真的太幸福了 来到这边真的是自己觉得福报很大 那这一次来的团友都是很发心 师傅只要登高一呼 每个地方所需要的经费 还是建设都可以马上圆满 所以我就呼吁大家说 有钱真的很好 但是这个钱一定要用在 我们自己的福德资粮上 用在我们的世间上物质的享受 只是在损福报 为了以后还说这一师 真的是要行善不失 不能等一定要马上做 午后 大众来到位于另一山区中 给付地方传奇色彩的月球干事 参加诗试法会 当地两百多位的著名文序 福老希佑 排队守候在佛寺楼梯下方 等待参加聚会 如意法师在法会中 讲述月球干事建事缘起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试验 就是我今年三夜的时候 刚刚接手过来照顾 然后我们在今年 这个试验本身 是有一个广东的华人来到泰国这里 然后他带动本地的村民建起来的 就是在三十多年前 然后他把这个地方建好的时候 过了不起来 他就远距了 就是在只看去的那个照片中 这个长老 然后从此之后 这个试验就一直荒废了 就满满的佛教在这个地方 就没落了 长老自从远距了之后 就一直都有人感觉到 他还是在这里 所以造成村民也不敢到寺院来 因为曾经有就是说 长老圆去火化后 他把他的骨灰塔 就安放在山上的上面 就是他的旧的疗房上面 他曾经也建了一个 很好的疗房在上面 可是现在已经荒废了 已经进不去的 因为他这里多数是用木板建的 然后曾经就是说 村民上来说 曾经来偷砍村民 山上的树 那个树倒的时候 把那个住址老住址的 骨灰塔给打砸了 然后那两个村民 在七天里面同一个时间就去世了 就是发什么病功的 因为就从一个时间去世了 然后从此之后 村民不敢再来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我们到现在 常常出门都不用锁门 没有东西不见的 因为没有人敢 就是一个阴言 然后我们就过来办 本期修家 然后就一直 现在就是慢慢地在有医学 慢慢地在 就像说也提供一个场所 为了传播佛陀的慈悲理念 并鼓励村民们多接近佛寺 团员们再度热心地为当地的贫苦的原住民 发放生活物资以及零用金 而为了帮助该寺早日建设完毕 并发展四步 海淘法师在法会中 代表慈悲之业 捐出五十万太猪与该寺 团员们更纷纷响应 慷慨解囊 阴阴环绕下 悠扬的范生回荡四方 大众在海淘法师慈悲引领下 修持甘露诗诗等庄严的诗诗仪轨 上供诸佛 幻画图显云供 下师幽名众生 普记甘露诗诗 八度恶悔难 黄昏时分 大众再度回到金三角湄公河畔 共同参与放生法会 两部渔车陆续抵达法会现场后 在延绵不绝的诵经声中 鱼儿顺着水道 依序华夏岛河水中 从获自由的渔知进入河中后 兴奋地不断在水面跳跃 建起振振的水花 随后奔向大河的怀抱 现场阳地一片欢喜 也圆满这次共生关怀之旅 三场放生渔知的慈悲功德 最让我有很深的印象的是 应该真正的让我认识了真正的佛法 佛法生活化 通过这几天的放生 布施以及建塔贴金等等的活动 让我很深的感受到 生命真正的意义是在于付出 因为我来这边已经大多一年多了 令我最为法喜的是 可以放到这么多物命跟牛 还有我们的护身员 成立了将近一年了 还有共生法会 去法喜的就是 可以供用到很多僧人 又可以去到很多学校 穷苦人家又失官 全部的功德全部都是在这里 阿弥陀佛 夕阳下的湄公河 在薄墨中散发出无比的魅力 静谧的河水慢慢流淌到天际 围期四天的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 终于圆满落幕 大家满载慈悲与喜悦的行囊 感恩海淘法师慈悲带领 及救度群里的宏大愿力 唤醒广大众生心中 原有的爱与慈悲 来到这个泰国青内 让我们特别感觉到 跟随海淘法师慈悲不利 会让我们的内心 深深地把爱心给激发出来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 他们没有办法读书 没有衣服穿 然后没有鞋子 他们没有办法 像我们城市里面的小孩子一样 过上那种想要的那种生活和快乐 因为我们如果不走出来 不跟海淘法师出来走一下 我们真的生活在城市里面 就感觉不到世界各地 每个角落的很多众生 很多小友情 都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 那通过这一次 跟海淘法师的慈悲资历 让我感觉到 真的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因为世界需要正能量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 发挥自己的一分光 一分爱 一分热量 正能量传递给世界 让世界更美好 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淘法师的脚步 把那个佛法和智慧 深入到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面 让他们真正离苦得乐 这五天在青来的行程 非常的美好 并且不可思议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 跟随海淘法师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历史有两千年的古佛塔 这座古佛塔 有些字护法来护持 海淘法师就带我们 在这座古塔前面念诵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永不堕恶道 离苦得乐 互愿众生 海淘法师又带我们来到历史有七百多年的佛塔前面 为我们在这里开释心经 让我们理解空性的含义 而这几天我们所做的功德 海淘法师带我们去放生牛 让牛回归家园 放生鱼 让鱼自由地回归大海 还带我们去贫困山区资助当地的人民 去小学 去捐助当地的学生 这些都为我们 都为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借了不可思议的无量的功德 非常感恩这殊胜的五天 感恩海淘法师 也祈愿在佛陀的慈悲加持下 借着这次金三角共僧关怀之旅 一路所成就的殊胜功德 回向正法久住 佛教慈悲 智慧之精神 远远流长得永远传递下去 更愿全球在诸佛菩萨的护皮下 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 远离灾难 共臣佛道 我是小卢 以前我在外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 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被慈悲的大师傅收养 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 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 生活超开心 近期家里来了许多 跟我相同赞誉的狗狗 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 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 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让我好担心 哎 肚子好饿